各位生命电视台的菩萨大的阿弥陀佛 吉祥如意 欢迎收看玉兔临门满愿斋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营养丰富的凉拌木耳卷 跟南瓜泥坚果塔 我们就老请我们的菩萨 玉学菩萨为我们做示范 阿弥陀佛 今天分享的这一道菜是双边 所以它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凉拌木耳卷 它所需要的材料有木耳 蜜凤泥 姜丝 小黄瓜 还有另外一道菜的食材 南瓜泥 然后杏仁果 苹果 小黄瓜 腰果丁 所需要的调味料有 沙拉 柚子和风醋 芥末和风醋 盐 香菇粉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为各位开始示范了 首先我们先做木耳卷的部分 我像木耳已经烫过了 对不对 穿烫 我们木耳的都事先先穿烫过 包括我们姜丝也会稍微过一下热水 因为毕竟我们市场的食材 我们也没有办法说 它是一个非常 处理的 是的 所以我们大部分都会先处理它 那我们的凤梨呢 是我们自己店里 熬了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所吃作的蜜凤梨 首先我们先把木耳给铺平 我们放上小黄瓜 再加一个凤梨 姜丝 其实这道菜非常的清爽 口感很好 对 尤其是洗了以前夏天啊 都很热 大家都吃不下饭 然后就觉得 这个也不吃不下 那个也不来 这时候这个木耳卷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食 熬凤梨的时候啊 它是不加水熬的 去熬凤梨酱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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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直接加糖煮而已嘛 对 清爽爽口 那个 年菜里面大部分都是中口味 是 加个一两道这种 清爽的 是是 中口一下 是 这个啊 等一下 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调个酱 然后把它 腌制起来 其实它其实需要 泡一下 对 它需要把它腌制它的味道 它才能够更入味 更爽口 那我们再来调 莫尔卷的酱汁 首先呢 我们把柚子和风酱 放下 蟹末和风酱 放下 蟹末和风酱 只要我们把这两个和风酱 把它调好之后 把它调均匀 我们这样淋下去 就是让它泡着酱汁 泡着酱汁 这样每一个都可以吃得到 这个哦 夏天的时候 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 对 好了小孩就是 常常冰在冰箱上都不见了 回到家 奇怪怎么没有 昨天才做的又不见 因为现在是年菜嘛 大家吃重口味 所以加个一道 比较清爽的 是的 今天这个清清爽爽 所以等一下我们是要摆在 那我们这个 稍微让它先泡一下 在这个泡的当中 我们再来示范我们的南瓜 坚果糖 好 首先呢 我们南瓜要蒸熟了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压成泥 压成泥之后 首先呢 我们先把我们的沙拉 我们先给它放下去 把沙拉先给它放下去 那我们调一点点的 鹽巴 调一些些的鹽巴 有一些些的香菇粉 拌一拌 对 对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坚果 这个坚果我把它压碎 因为这样看起来 在食材里面比较 不会占空间 所以我就会把它先压 压碎 那 各位大的如果有用什么水果干啊 什么都可以放 只要 各位大的觉得 什么是你喜欢吃的 你都可以把它放下去 它是一个非常爽口的 那我今天示范的就是 黄瓜丁 苹果丁 跟 坚果 坚果 杏仁 好 放下去了之后呢 就把它调匀 南瓜非常丰富的扇纤维 所以它其实 它是可以当成煮食汁的 好 我们平常在家里啊 就可以蒸一蒸南瓜啊 像这样做其实很简单 也很容易的 它做好它放在冰箱 随时可以取出来夹面包 夹面包 夹 夹馒头 是 它都其实是一个非常 营养的 好 把它拌匀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 把它 我们就用我们的球器 把它装在我们的小铝杯里面 上面其实还可以加点像 麦月梅啦 葡萄干啦 是 让它更丰富 是 就是 各位大德如果 你喜欢加手 加的 其实你都可以把它放下去 是一个非常 营养丰富的 你可以把它切成 好 那我们今天的双冰做好咯 看起来非常的清爽 来 今天的双冰 看起来是不是色泽很漂亮啊 各位菩萨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凉拌黑木耳 然后还有南瓜坚果塔 这两道食物 金属鱼比较清爽的 那因为过年期间大鱼大肉 大家都口味很重 那不妨来一个配个让它中和一下 祝大家新春吃的欢喜 残月为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两瓣木耳卷 南瓜泥坚果塔 木耳卷食材 木耳 烟凤梨 姜丝 小黄瓜 调味料 柚子和风酱 芥末和风酱 南瓜泥坚果塔食材 南瓜泥 杏仁果 苹果丁 小黄瓜丁 腰果丁 调味料 沙拉酱 盐 香菇粉 凉拌木耳卷做法 1.黑木耳切形方块烫熟 2.小黄瓜切长条抓圆 腌凤梨切薄条 3.黑木耳片斩平 放上小黄瓜 凤梨 嫩姜丝 卷起来 再淋上柚子和风酱 芥末和风酱即可 南瓜泥坚果塔做法 1.南瓜泥加入沙拉 再放入坚果 小黄瓜丁 苹果丁 调味料拌匀 2.用冰淇淋勺 取一勺 放入铝箔杯即可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木鳖果鹿龙菇汤 我们请我们的玉雪菩萨 玉雪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要给各位分享的是 我们的木鳖果鹿龙菇汤 那我们所需要的食材有 腰果 海蛾果 鹿龙菇 黄金虫草 姜丝 以及我们今天的主要灵魂 木鳖果 接下来我们的调味料有 香菇粉 盐巴 胡椒粉 木鳖果这个食材呢 一般来说比较罕见 可能有很多的大德呢 都不知道说我们要如何去处理它 那我现在就来给各位示范 我们如何处理这个木鳖果 首先呢 我们就把它的皮很硬 它的皮非常的硬 那我们先把它的头也去掉 拉 去掉 好 来 我们就给它对切 因为它非常有韧性 所以它其实并不好切 也不好处理 它的果实 其实非常的丰富 我们都会先把这个果实 先拿到旁边 因为它的种子啊 木鳖果的种子啊 它在它成熟的时候 它是转红色 那这个是平常我们会用来做木鳖果的果汁 跟它的肉我们通常会分开 因为木鳖果很多的都很多的作用 对 它就会把它打成泥之后 跟把香果或者凤梨汁 然后结合在一起 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现在目前很夯的那个木鳖果酱汁 那它因为这个果实非常的皮 它会非常的硬 所以它会非常的不好切 那其实也有人说 这个是可以生食的 它不行 它因为它生食它有毒性 是是是 所以它有很多的 丰富的 菲塔胡萝卜素 所以其实 我们在大众可以 买回来试试看 因为对眼睛非常有用 它的那个胡萝卜素 是胡萝卜的22倍 茄红素是番茄的70倍 还有一个是玉米黄素 玉米黄素是玉米的15倍 这个食物目前是席卷整个全球 所以有个名词叫做Superfood 超级食物 就是指这个东西 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到目前为止 是所有植物里面最最丰富的 以往我们的年菜啊 我们的年菜通常是用那个佛跳墙 但是因为今年呢 有了一些特别的食材 比方说我们的海底椰 这海底椰它是因为它是生长在原始的森林 那它的形状 它的外形跟它的树的种 树的形状是像热带的椰子树 所以它才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叫做海底椰 那鹿龙菇它有五种功效 它防癌 抗心血管疾病 然后抗氧化 增强免疫力 那对不起 我只记了四个 所以呢 今年我们就利用这些特别的食材 来煮这道汤品 那其实呢这个除了煮汤之外呢 它也可以炖饭 炖饭 那我们现在木鱉果 就是把它呈现出来 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煮它的汤了 因为汤底呢 是由我们的腰果 以及海椰果 两个特制熬制 要一个小时 才可以倒到这样的汤底 它才会更鲜美 会鲜甜 因为呢我们木鱉果会有一点苦涩 所以需要用天然的食材 来增加它的甜度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啰 我们先把火再开起来 好 把我们所需要的食材 我们就把它放下去 我们首先先放我们的鹿龙菇 刚刚我们师姐已经介绍鹿龙菇 它非常丰富的营养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个锅的汤 都充满了满满的养生 红金虫草 加了 来我们的姜丝 来接下来我们的主角 来我们的木鱉果 木鱉果它的种子啊 它们通常它种子 我们刚刚剥下来是红色 那它的末就是这一层红的 它的末我们通常会把它搓 就是用打蛋器啊或者把它滑动 那它的末就会脱下来 那我们通常会拿来配合其他的东西来做酱料 最后就会呈现它的真正种子 它的种子是黑色的 一个小小的种子 黑色的 那它的形状就像鳖 所以 因为它很多这种小鳖 所以我们才会叫它木鱉果 它就是因此而得名木鱉果 哇原来是这样 我只知道它叫木鱉果 我从来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取成木鱉果 因为我们通常看到的 从剥下来都是红色 是 我们都不知道它里面是黑色 是 因为我们在市面上啊 都会时常看到 木鱉果果汁 是 而且很贵哦 我看你们买一瓶都好贵 是 因为总是希望眼睛会好一点 会好一点 因为我们现代啊 大家都被三星电子产品啊 是 对 荼毒的太严重了 对 那所以总是会希望想说 既然它功效这么好 我们是不是需要也给它试试看 不过它单独做果汁并不好喝 所以会通常会融合其他 对 它就会加一些 凤梨啦 或者加一些百香果啊 然后来增加它的甜度 因为它本身它其实没有任何的味道 甚至于有一点点苦涩 尤其生的 因为它分成熟果跟青果嘛 那青果更严重 对 对 甚至于一开始 我也 刚开始接触木碟果 我并不知道它如何食用 我甚至还想说 我是不是可以 给它生吃 发现它真的是 味道非常的 好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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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哇 这也试试 木碟果煮好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透明 看起来很漂亮 过年嘛 总是要喜气洋洋 想鲜红色 大家都满满欢喜 等下你还有个调味啊 对 我们先来做个调味的动作 小汤一点 小汤一点 胡椒菜 加一点胡椒粉 加一点胡椒粉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让它在小火炖一下 让它稍微炖 莫碟果 其实它是不能生吃的 因为它有一点毒性 需要透过煮熟了 这个毒性就会完全消失 这个也是我们后来查询之后才知道 刚开始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们 并不舍得 大家都陌生 对 非常陌生 好 我们现在要把它盛毯了 盛毯了 对 有点烫 先把它盛到这边 盛一盘子 对 这样子我才俩盛半时间 这是 满满的果汁 好漂亮的颜色 这些是目前最夯的食物 食材是 好 那么我们的木鱼果鹿龙菇汤完成了 今天跟各位菩萨分享的是 木鱼果鹿龙菇汤 里面所有的食材 都是对我们的色身相当有利益的 不管海底鹿 不管鹿龙菇 不管木鱼果 都是对我们身心身体有意义 那在这一年过年的时候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残月维持 发行充满 阿弥陀佛 木鱼果鹿龙菇汤 木鱼果鹿龙菇汤 食材 鲦果 叶片 木鱼菇汤 鱼菇汤 黄金虫草 木鱼果 调味料 香菇粉 盐 白胡椒粉 做法 一 腰果 叶片 先熬至汤底 二 再放入所有材料煮熟 调味即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